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顶礼法师 三拜 不为礼 阿弥陀佛 谢谢主持人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祈祥阿弥陀佛 我们接着天下太平之根本的讲义 一起来学习 我们谈到第七大象如何落实家庭教育 的第二个小点 遇子弟成人 须从自己所作所为 有法有责 能为子弟做榜样使 所以这一段就点出了 深教终于言教了 那我们依据 印光大师的佛画额童儒本 列的二十八个德目 我们上一次谈到 第十点 藏义 那这些义礼 我们说旧书不厌百回读 熟读生诗子自知 书是如此 每一段义礼亦如此 我们多读一遍 就有一半熏习的效果 这些义礼 会入到我们 更深的内心当中 我们 很自然 入得越深 很自然 在一言一行当中 可以流露出来 大家有没有 读书 读到 很感动 流眼泪 那这个义礼 就触动我们内心的善根 像我们 前面讲 第九 习音 七十古兮 谈子 急过 过者已无 念着念着 想想 自己几岁了 还剩多少岁月 何感谢多 努力停学 立得立业 自立立他 为事 作则 我们 我们什么时候 在给孩子 做榜样 在影响 孩子跟学生呢 应该是一切实 一切处都在影响 这二十八个德目 什么时候 可以呈现 身教呢 可能这二十八个德目 在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里面 前面讲的 洗骨 爱惜食物 应光大师 是我们很好的榜样 他有洗浮水 不只吃得很干净 还要倒一点水 当然别倒太多 过犹不及 我看有一些同修 洗浮水到了半晚 我一看有点紧张 这个把胃 胃里面消化液 都给冲淡 能把它洗干净 就好了 发现了 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小朋友都在看 学生在看 你都没有要求他们 可是你做那个动作 做得很认真 他们都看着眼里 更重要的是 自己没有控制要求 过个几天 你一看 很多孩子 他自己就做了 人之初 性本善 包含第十 藏义 义者已也 义就是应该的 合情合理合法 就是义 我们看 应主这边讲到的 一举一动 为义是取 都是以义 为一举一动的标准 义之所在 无往 不利 合情合理的 会得到人认可 得到人支持 就像在路上 看到个老人家 推的东西太重了 有一个人上去服 旁边看到的 一定会有 善根的人 按照感动 一起过来帮忙 无往不利 那小人见利 见利就 贪利就忘了义 那虽得小利 究竟吃亏 童子 有一次遇到 国君 鲁埃公 问他 房子往东边建 急不急想 孔子说 天下有五不想 房子往东边建 不算在内 我们在看这些历史故事 要去体会 这些圣贤人 处事的心境 目前当目其心 国君 刚好想到这个问题 随口问了孔子 孔子抓住每个机会 把怎么治国 提醒君王 君王假如接受了 利益的就是一国的百姓 抓住每个机会点 辅佐好君王 这个善巧的劝谏 孔子如此 历史当中还有一个人很厉害 叫燕子 有一次这个 骑警公 气急败坏 回来了 就对燕子讲 哎呀我今天太不吉祥 上山看到老虎 结果到了河边 看到角龙 哎呀我今天太倒霉了 太不吉祥 燕子说 天下有三个不吉祥 第一 有人才而不知 一不祥 知而不能用 二不祥 用而不能认 用了他还不让他好好发挥他的所长 三不祥 君王这才是真正的不吉祥 你到山上去 看到老虎 老虎本来就住那里 你到水边去看到角龙 角龙他家本来就在那里 所以真正的不吉祥在这里 成就火君 成就人民 那我们看完这个故事 我们把从这个故事 拉回来我们自身 我们在面对每一个跟孩子互动的机会 甚至于是跟我们亲朋好友互动的机会 我们有没有想过 抓住每个机会 去启发孩子的善根 去互念亲戚朋友的思想观念 甚至借由每一个机会 去安抚他 不安的心 相逢既是有缘 席缘 席缘 这两个字我们都很熟悉 我们是不是真是一个席缘的人 佛门修行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有真正的慈悲 他的善巧方便 自然会出来 事有百折不劳之真心 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 像 我们第一年教书抱着很高的热情 虽然经验比较不足 但是很用心教 往往应该也有佛菩萨 还有学生的祖先加持 都会有一些灵感出来 那是成德第一年教书 确实有这样的感受 我们也在印证经典的道理 大学讲 如饱赤子 心诚求之 虽不重 亦不原以 这是一个 借一件事来彰显一个道理 一个母亲 她没有生过孩子 她还没有照顾过孩子 但是她非常的诚心 她一心一意 就是为这个孩子 纵然没有养育教育到最完美 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虽不重 亦不原以 所以这一颗星 学生感受得到 所以第一年 第二年教的学生 在大街上远远看到你 老师好 有时候还会回来找你 按照教学经验来讲 算是最缺乏的 但是很用心去教 所以这些经典的毅力 我们能体振到 我们在跟孩子 娓娓道来的时候 我们是 很有信心 很有底气 来跟孩子 引导 就像 我们是不是 体会到 意志 所在 无往不利 得道者多住 失道者寡住 寡住之志 亲戚叛之 多住之志 天下顺之 那这个我们 也要透过自己去行义 我们有这个 亲身的体会 像 陈德 在 04年 7月 我们办第一次 幸福人生讲座 五天 那我办这个讲座前 回了一趟台湾 回去以前 刚好有一位 女居士 请我们吃饭 吃饭的时候 邀请他先生来 他先生问了我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他先生说到 你知不知道孔子 他这样教书 他的经济怎么来的 他问我这个问题 我是没想这个问题 然后他说 因为他有一个学生 叫子公 他是 用现在讲叫大企业家 那天还听到有人说 这个子公 就是 春秋时候的 巴菲特 巴菲特大家认识吧 很会做买卖 建买 贵就卖出去 都看得很准 他就讲到 孔子教学 有子贡 支持他 接着他就说 我有一个饭店 有那个会议室 刚刚冷气装好 还给我讲那个冷气是多少马力的 你有任何需要 可以找我 我们当时候去的时候 所在的地方 我们用的教室没有冷气 是用电风扇 偶尔那个电风扇的声音还太大 会影响上课 刚好要办这个五天班前 遇到这个机会 不然 海口的夏天还是挺热的 后来就开始上课了 上了五天 虽然人家场地借我们 毕竟我们 在那里用两餐饭了 然后就 五天过去要去付钱了 结果这个小姐就说了 我们老板娘全部付完了 后来了解 他老板娘每天进来听课 听得很感动 说我的孩子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 他也很遗憾 然后都把钱给付了 义之所在 我们也是义务在做这个事 得到这些助力 这个例子 对我的启发很大 以前听师父讲经 师父说了 我们一心为正法 为众生 这个钱 你不要担心 我们有后台老板 请问大家 后台老板是谁 是阿弥陀佛 可是呢 我借由这个故事之后 师长 这个教诲 我又会再加一句 师长说 后台老板是阿弥陀佛 我就会再加一句 阿弥陀佛又是谁 谁是阿弥陀佛 这个老板娘就是阿弥陀佛 你看 要利益下一代的事 她的佛性起来了 她的爱心起来了 她的道义起来了 确实是她把钱付掉的 她是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善跟善 会交感 所以意之所在 无我不利 那我们自己在人生过程 很多这样的事情 那每一次 谈到这些意义里 那我们就以我们的人生故事 再供养给学生 那当亲戚朋友 有哪一些 钻牛角尖呢 念头转不过来 你自己有这些人生阅历 给她献身说法 她很可能 她就转过弯来 因为你是她的好朋友 你献身说法 她很容易相信 所以我们要多一些人生的实践 多一些人生的体悟 珍惜 人与人的因缘 不兴事与要在正论 讲那些对彼此生命都没有意义的话 那就不叫 习缘 那当然 我们处事啊 一定要守住中述之道 别人讲这些没有意义的话 正常 述道 不能苛求于人 要 要求自己言 言以律己 我们要越来越言之有物 那这个言之有物啊 又不是很严肃的跟人家讲道理 这样 人家工作已经很忙了 看到你还得压力很大 听你讲道理 那假如 我们泰式这种 严肃讲道理 可能人家看到我们 就赶紧 闪开来了 都是要很自然 顺势而为 顺着他 谈到他的问题在哪 甚至于是顺着 谈了一个社会事件 能够拉回来 启发彼此的人生 好 所以孔子 他顺势 天下有五不祥 第一个不祥 损人自益 损人自利 生之不祥 你想损害别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其实适得其反 所以孔子 教导我们 你忘了意 只想到自己的利 事实上你是 会损你的福报 甚至 不祥 所以究竟 是吃亏的 所以一个人的福分 是他的心决定的 量大福大 你心量那么小 又自私又伤到别人 我们借孔子这段话 来提醒 同学 好 这五不祥 我们应该 之前的课程 有跟大家交流过 这个在群书之药 当中 孔子嘉宇里面有 群书之药这部书 大家有机会多深入 我们今天要当老师 我们首先要当一个好学生 好学生是好老师的基础 好学生就是 老师服务用物款 老师命行物来 那师长老人家说的 群书之药 是观世音菩萨 是救急呀 这一部书 根据什么 纲领来挑选呢 他是从 一万四千多部书里面 挑了六十八部 大家想一想那个场景 我们现在回到 贞观时期 你旁边还有十八学士 这个方玄灵 这个 这个 萧德延 蜀碎了 这些当时候的大 看着这一万四千 四千多部书 咋挑啊 你这个场景 体会体会 你就会珍惜这一部书 太难挑了 六十八部里面 还要再挑精华 所以假如我们在学 群书之药 那我们要感谢 在背后 成就这部书的人 所以我们每天可以 这么回向 回向 群书之药中 一切诸如胜费 一切诸如胜贤 还要再回向 十一啊 成德在 大事的时候 遇到一个朋友 他是持地藏经的 他从小有读古书啊 他说他有一次 坐飞机 行礼不见了 他很相信 地藏菩萨的威神礼 他也不慌 就是诚心持地藏 后来这个 箱子就找到了 这个地藏菩萨很慈悲 他老人家 接受 佛陀的嘱托 释迦牟尼佛灭渡 到 弥勒佛来 这个过程 由他 扶持众生 不堕落 哪怕众生 只有一毛 一地 一沙一沉 这么一点点善根 他都不让他 多到 那地藏经里面 有很多 人现世会 遇到的种种问题 这部经里面 都有方法 解决 佛菩萨真是同体大悲 考虑得太仔细了 你看观世音菩萨 三十二应生 他老人家也是够忙 求公民得公民 求长寿得长寿 求儿女得儿女 求对象得对象 都满众生怨 最重要我们要诚心 如理如法去求 你不要让人家觉得这个佛法就是只是跟死有关而已 这样大家就觉得 这样大家就觉得那个东西是老了以后再说的 要告诉他有佛法就办 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所以为什么老和尚说 群疏之要是观世音菩萨 因为他能解决 人当下的所面对的问题 现在是人心有千千结 所以现在忧郁症越来越多了 人真的要早点提升 我现在回想到一幕 二十多年前 我第一次做班主任 看到一个女孩 她也很高了 应该有一百六十公分以上 她拿着美工刀 割自己的手 我当时看得很难过 感情提醒她不能这样 但是我就没有意识到 那个是忧郁的情况 她内心很可能因为家庭的因素 人际的因素 她很苦闷 又抒发不了 这样鸡啊鸡啊鸡啊 鸡到十二三岁了 她受不了 她会借由一些行为来发泄 这个自残呢 就是一个 她的反射的行为出来 来 那时候人生阅历啊 都不足啊 假如是现在的话 那不只是 针对那个行为去提醒她 有果必有因啊 现在这个时代要解决问题啊 首先我们要了解冰冻三尺 非日之汗 所以菩萨四德里面 有一德 古代众生受苦 因为往往问题呈现的时候 都不是一天两天造成 就像癌症 她没有个十年十五年啊 不可能达到这个程度啊 可是当发现的时候 那就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啦 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啊 再高明的医生 能够一年把你调回正常 那已经是很厉害了 大自然都有她的轨迹啊 这个身体已经偏了五年十年 哪可能快一下子就恢复正常 不可能的 所以也遇到母亲 说哎呀我的孩子过冻啊 我的孩子自闭倾向啊 怎么办呢 她首先呢要知道 这个世人挤不来 她得先稳住自己的心 她也要能了解到 万法因缘所生 因很可能有孩子自己 过去现在的夜阴在里面 但是她要有缘 她才会呈现这样的结果 这个缘 比较影响她的 可能是父母 家里的人 她接触到的这些人 都是缘 甚至于她吃的食物 也是缘 很多孩子很躁动 你那吃的东西的防腐剂啊 都是躁性的食物啦 油炸的吃一堆啊 她怎么不躁呢 要从她的身 她的心 她的家庭 这些缘分 多管齐下 去改善 现在双管不够啊 多管啊 那包含她的夜阴 你可以多给她念佛 最好她自己念 我们一起学习天下太平之根本 印光祖师就有讲到了 你让小孩从小 习惯 养成习惯念佛 她的业障 过去生的业 就在一生一生佛号当中 消楼 万德鸿鸣 能灭重罪 所以 一般啊 这些问题会呈现出来 代表 主要的人 心呢 都不够安定 大家都在忙 都比较浮躁 所以才让这些 不好的因子 一直积一直积到 呈现比较严重的 这些问题出来 所以我在听他们谈的时候 我儿子一岁两岁很正常 三岁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啊 有没有道理 又不是四川变脸 变一个样子出来 我有一次到一个国家 哪个国家我就不说了 说到哪个国家 哪个国家的人不欢心 出言要顺人心 我到一个国家 讲课 下了车 那开车的同修啊 他就很感叹的 说了 哎呀 我有一个邻居啊 他的孩子 十九岁啊 突然 他的父母讲啊 突然自杀了 哎呀 好惯惜啊 我就跟这个同修讲 自杀 要突然啊 他这个这么严重的心理问题 他都积了多久了 可是他的父母 为什么是感觉他突然呢 所以我们处在 现在这个社会 真的大家每天都在改 能够不受这个 共业持长影响 真是不简单的 尤其住在大都市里啊 快快快 起床了 快快快刷牙 快快快吃饭 快快穿鞋了 快赶车了 就这样 习惯的这种 节奏了 心里都是比较浮动的 假如再加上 对一些利欲啊 看得很重 那真的就 欲令自迷啊 利令自昏了 没办法去感受自己 哪怕是身边的亲人 孩子 都感觉不到他的状态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呢 心静不下来 什么时候 会让我们 思考思考 往往往都是出现一些 让我们招架不住的家庭问题 才愣了 哎呀 怎么会这样呢 我还是怎么管不了了 我的家里人怎么会得癌症呢 我的太太怎么要跟我离婚 都是这些人生里面很大的事件出现 才撞得我们那种 每天像机器人一样 很忙碌的那种节奏啊 才被撞得 沉淀沉淀的 所以我们 事可以多 心不可以忙 面对自己身心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都要像中医一样啊 不治已病啊 治未病啊 我们的人生假如 等着每一件事情出状况 然后疲于奔命的去解决 那人生真是太辛苦 太无奈了 亲近心 安定的心才能 关照自己 关照家人 佛家讲 静集光通达 光是智慧 你心要静下来 智慧才能透出来 古人提醒我们 唯学第一功夫 降得浮躁之气定 这句话 我们很熟悉的 更重要的是什么 这句话 这句话我开始 落实没有 不然 就好像超了一个 一张 药单 没有去抓药 没有喝下去啊 对自己的帮助 很有限啊 地址里面好几句都是在 落实这一句 讲话 凡道志 众且疏 物极极 物模糊 那我们问问自己 自己讲话 有没有慢一点 当然了 当然了 我这句话是问那个 个性比较急的人 假如 本来讲话就 漫廊中的 那个就 不再死裂 走路 宽管万物处人 在生活的这些细节当中 调自己 比较急躁 浮躁的心 你不调下来 你话会讲错 事会做错 跳不出我们人生 家庭工作的恶性循环 因为心错了 根本错了 是怎么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依报谁者 正报家 转了 心对了 讲的话 做的事 都是正面的影响 事情就会往正向发展 为天下者 为家庭者 为事业者 不于天下 不于事业 不于家庭 于那 于自己的身 再讲的更深入 自己这颗心要复好 那刚刚 跟大家 提到 家长 说孩子 一两岁都正常 三岁就出现问题 这些事例 值得我们先从自身去反思 真的我们有一个惯性很强 什么惯性 一遇到事 先把责任推到他人身上 或者推到境界上面去 很少 一讲到什么问题 马上 啊 是我 比方说 陈德讲 父母的浮躁 会影响孩子的心 孩子很敏锐 他可以感受到 他会受到干扰的 我讲到这里 这位妈妈就说 对啊 我先生很急躁 其实我也没见过他先生了 我就是因为看到他 我要提醒他的 他把上 对 我先生很急躁 然后 我没有了 我慢慢的 第一次见面 接下来 我也不好讲了 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肢体语言 事实上已经可以感觉得出 当然这个时候 我们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还是自己是老师 不要一下子好为人实 你很急躁 交情不可延伸 第一次见面 人家已经说他不急躁 你很急躁的 那就这个也就没了 所以不要看到别人问题 忽略了关自己的心念 一下趴好为人实 就出来了 这个善财童子 五十三餐 在什么时候保持这个心态 anytime anyway 一切死 一切住 有时候 比方说这个女士 我先生急躁 我不急躁 她这个语言会不会让你 有点情绪 你怎么都讲你先生 我这个要扶住 不然自己一动气了 这个局面就不一样 所以不管面对哪个境界 最重要的还是悟好自己的心念 那刚刚跟大家提到 群树制药 为什么是观世音菩萨 因为它是依据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编的 现在的人 身 心 都有很多 有待化解的问题 我们心态出了 孩子 一天 陈德最近观察一个孩子 他胎教做得不错 九岁 我看他一天可以笑两百次以上 一看到饭菜 很好 都笑着 看到 新认识的人 他也都是笑笑的 他母亲说 他到公园去玩 见到的都是第一次 新朋友 每一次他要走的时候 这些小朋友 都跟他说 你什么时候再来啊 人缘很好 每个孩子 都带着他过去生的能力来的 我们当父母 当老师的 不要太着急 你只要能 观察到他 素是哪些能力 特别突出 你去好好去护持他 他那个能力 万法应援声吗 你是他的助援啊 他阿拉耶士那些天分就 自然就 都掉动出来了 天生我才必有用 行行出状元 可是父母老师心态出了 就体察不到 我今天看到一个小孩 应该是三岁吧 三四岁而已 在半个小时之内 换了两套衣服 一套是公主 然后还戴了一个 皇冠 过了一会儿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又换了一个 女水手的服装 戴了一个小帽子 很可爱 我说哇 他怎么衣服配得这么好 这以后一定是服装设计师啊 然后他爷爷说 我们家来客人啊 都是他去接待的 还会带人家参观 我说这个不只是服装设计师 还是外交官 他是排老三啊 老二呢 很腼腆 都不敢出来见人 他很喜欢读书 我说哇 你们家又出文人 又出外交官 我们真的能随时去欣赏孩子 欣赏每个人 我们已经变成一种 很自然的心态 那你的家里的人 就在你欣赏的眼光当中 他的潜力啊 就被你一点一点激发出来 李济学济讲 导儿福牵 引导 不要硬拉他 抢儿福意 抢就是鼓励他 你很欣赏他 鼓励他 不要否定他 那个意就是 否定 我们父母老师 有时候情绪一来 那种否定的言语就出去了 你不可能啊 你可能太阳都从西边出来了 不要去讲这种 否定的话 这抢儿福意 再来 开儿福达 启发他 不是灌输 不是硬塞很多道理 知识给他 他问你问题 你怎么想的 有一些色问 用另外一个角度去问他 让他去感受 让他去思考 开儿福达 这样的教学法才对 群如之药教修生 可以解决他身心的问题 理得心安 我自己还没有遇到老后尚以前 很多问题想得通 每一次听经 听了啊 太对了 有时候听得太激动 桌子一拍 甚至于听到 走到电视机前面 给老后尚磕个头 那个道理明白之后 心上那个挂碍也好 烦恼也好 放下 子孙虽语 经书不可不读 他不明白道理 每天遇到那么多人事 他都搞不清楚 都会积在他的内心里 所以父母老师 也要会看孩子 向有心神 你看他脸上 就可以看出 他心里有没有事 一看心里有事 陪他散散步 聊聊天 在那种放松的气氛 就聊出来 这个时候你在导儿福牵 抢儿福意 开儿福达 这些问题 他可能自己 可以想通了 当即可 只为死 这就是机会教育点 有些内心的问题 父母老师没有及时去沟通 他就一直放在心上 时间放久了 他会越来越不愿意 跟人讲内心的话 因为他不沟通 变成一种习惯了 习惯他就会变成一种惯性 所以今天 我们面对学生孩子 在跟他沟通的时候 他好像 爱理不理的 这个时候你不能生气 假如你是妈妈 你就要反求诸己 是因为我 太久 没有很自然的 跟他交心 才造成他现在这个结果 反求诸己啊 老师当然 不是老师造成 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体恤这个孩子 他可能长期跟家里的沟通有障碍 不是说他对老师有什么看法 有一种设身处定 我们就有耐性 我们就有耐性了 去破冰 把他那个比较冷漠的这个外表 能够把他画开 那有可能越冷漠的孩子 你能把他那个惯性把他突破了 有可能他什么话都会跟你讲 好 所以 心的问题 要用教理 理得 心才能安 家庭呢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那群书就要教齐家 我们 华藏 静中学会 最近要印 群书制药中 修齐自评的 智慧 这一本书 本来是 三六零 要印三千本 到时候大家 有需要 可以去申请 那现在那个文字党 也可以先发给大家 好 那刚刚讲的 老师夫应勿反 老师命雄勿反 那师父上人说 群书之药是观世音菩萨 又说四大菩萨表修德 那我们要 效法四大菩萨 要学着 去做 所以下个礼拜 礼拜三 礼拜五 早上 六点到七点 假如大家 有空的话 我们 可以在 Zoom上面 大家一起来探讨 交流 这是齐家的部分 还有治国 我们一定有属于 我们的团体 企业 这就牵扯到 为政了 孙中山先生说 管理众人之事 就是 政 就是办政治 那这个要学 人不学也不知道 不知意 比方 陈德观察 他刚好有姻缘 当领导 他都用 听他话的人 我请问大家 这个团体能带好吗 都用听他话的人 就变一言堂了 那除非你是开悟的圣人 不然 我们很可能都会 偏在自己的角度思考思想 甚至于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你又不听不同意见 所以 群书之药里面 强调 接受不同的意见 接受劝谏 良药苦口 利于病 忠言逆耳 利于显安 说实在 你真正是圣人 你也要表演 正确的团体 运作 所以你哪怕都懂了 你也要表演 商量才是领导 都听不懂的意见 让这个团体 正常发展 其实这些道理 陈德 没有读 群书之药 也不懂 从小到大 也没有机会 学这些 教诲 真的 360句不多 每天看个几则 基本上 修身 齐家 还有团体的 问题 应该都在里面 恒星很重要 滴水 穿石 这功 每天不要多 看个三条 五条 几个月 这部书 你就掌握住了 你有恒星的 去明理 就是一种良性循环 你因为太忙了 都不拿出时间来听经 不 看这些经典 我们不明理 那每天还是说错做错了 这个恶性循环 出不来 所以古人 他是几个神的 寻抚 他每天 手不识卷 一定要看书 事而优 则学 他哪怕当官当得很狠 他都没有掉以轻运 他都一直在 从古人 智慧 经验当中 汲取宝贵的 智良 好 那我们看 第十一 清廉 人身福泽 前世所修 这句话 了凡事迅 就可以说明了 当然 了凡事迅 可以长讲 也可以短讲 短讲 三分钟讲完了 长讲 可以一个小时 那当老师的人 就要锻炼了 可以长讲 可以短讲 看音源 去运用 那非翼而取 事实 独物 那这个 上一次就跟大家 提到这一部书 感应篇 汇编 带上感应篇说 取非翼之财者 譬如 肉腐 旧鸡 振酒 之渴 恨取 人财者 乃 祭其 妻子 家口 以当之 这个都说明了 非翼而取 事实 独物 那 这里就有 历史当中 好多个例子 比方说行寿 这个官员 他出使 韩国 那时候叫 辛罗 他出使之后 回城的时候 经过了 汉山这个地方 他在这个地方 看到了 一百 多个 商人 结果呢 这些商人 载着 熬几船的货物 要做生意 价值 很多钱 结果他起了 歹念 居然把他们 都杀了 把这个货物 占为己有 结果到了 他的儿子 行宰 他的儿子 与 王洪 模反 被抓了 这样 行寿 他们家 被租 全家都死 妻子家口 通通 以当之 这个最少 是租三族 只要是租族 最少三族 他取非裔之财 真的 横取人才 祭其 妻子家口 以当之 另外一个 韩公干 这个官员 我以为穷桌木 穷桌木应该是海南 他横取很多钱财 后来他要回家 结果坐着船 就翻了 所有的货物 全部没了 还好 保了一条命 所以这些 事例 我们可以 就真实的历史 跟孩子 做交流 清而不污 连而不贪 事所从敬 荣无家烟 得到的光荣 甚至是得到的福报 那真是无以复加 那群书制药当中 有很多故事 其中 讲到这个清廉 我想 大家应该会联想到 杨正士之 因为杨士 后来叫士之堂 大家想一想 这杨正 清而不污 连而不贪 不只 他受到世人的尊重 他的后代 以他为荣 我们是清官之后 他们的唐号写着 士之堂 天之神之 子之我之 这个典故 就是杨正 他刚好要去上任 东来太守 经过昌义县 这个昌义县县令 刚好是他举荐的 人才王蜜 结果他到了 当天晚上 这个王蜜 就拿着十经黄金 要去送给他 当然 这个黄金是 王蜜 自己的 那不是 什么 不法手段来的 杨正说 我了解你 我才推荐你出来当官 你怎么这么不了解我 古人讲到这里 对方就知道意思 看他的眼神 知道 不收了 这个王蜜接着说 现在夜晚 没有人知道 杨正说 天之神之 我之子之 怎么可以说 没人知道呢 王蜜 很不好意思 离开了 而且他还做了一个动作 杨正离开之后 他在那个地方 就 就做了一个纪念馆 纪念 杨正 不收 他给的这个 黄金 这个人很可贵 他有惭愧心之外 他还把这些事公开出来 让更多的人来 效法杨正的精神 那后来 杨正转到了 卓俊太守 他的这个德恨 就是很连结 公正 那他的子孙 因为他很连结 家里也没有富有 子孙都是 出茶淡饭 而且 都是用走路的多 没有车座 就有一些老朋友 或者家族的长辈 就劝杨正 你怎么不买点田产 给家子孙 这杨正说 我现在做的 让后世 都称我的子孙 是清白官吏 清廉官吏的 后代 我用这个给他们 不是很 在子孙不是很丰厚吗 其实 这个是以德 辟应了后代 给后代很好的榜样 而且也是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所以杨正的 儿子 孙子 真孙 都跟他一样 做到三宫 儿子 丙 孙子 赤 真孙 彪 所以 在历史当中 还没有第二个家庭 连续四代 做到三宫 所以这里说 事所从敬 荣无家烟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可以说明 那个尊荣 到 零点 我们看十二 知此 此之一致 其利无穷 利益什么呢 有与圣境 有这个知此的心 那离圣人的境界 不会太远 一步一步靠近 没有的话呢 那就跟情受 越来越 接近了 因为 没有 知此的心 每天堕落 那就不知道会堕落到什么地步了 我现在没有修子心了 男女 不守礼 堕胎 虎毒都不食指 但我们现在 没有修子心 这样的行为 全世界 堕胎 一年 五千万 有登记的 无与受同 所以这些德目 都攸关学生一生的成败 我们老师要重视起来 而当我们重视这些德目的时候 一举速德 他德行会提升 成绩呢 当然会提升 亲所好立位聚 德有上宜清修 考不好父母会担心 他修子心起来了 从他的根本 他的心 提升了 心提升了 方方面面也会跟着进步 从根本解决问题 不能 只是从症状 去解决问题 所以 禅此之福 无德占谢 我佛讯回 庄严第一 这个在佛遗教经 当中提到 常当禅死 这个常 意思就是 要保持它 恒常保持它 无德暂替 不能 让它 中断了 没提起来了 不行 今天不提起修子心 那假如 犯下一丝足成千古恨的事 前面的人生的努力 就毁掉了 真的 手伸如植玉 玉 捧在手上 小心 滑下去了 就粉碎了 我讲了 若离禅此 我们稍微离开了禅此 择失诸功德 没有禅此心就不是真心了 就没有功德 可能就要造罪业了 佛又提到 有愧之人 则有善法 惭愧心 这个惭愧心流出来了 言行都是善的 无愧之人 无愧者与勤受无相义 佛在最后一部交代的经 佛遗教经 这些教诲 对我们修行都是相当关键 不然立名于一生 师之之请客 而且说实在的 一个人 他会跟家庭密切相关 他会跟他的团体密切相关 所以我们今天一丝足成千古恨 不是只有自己回来 有可能我们家庭的名誉 也扫地了 有可能我们的团体的威信 因为自己破坏了 尤其你在团体 位置越重要 那个负面的影响越大 在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当中 比方说一个作家 很受推崇 他写的书 很多人 后来他出事 信众大众很愤怒 把他的书拿来烧 你说他本来 很多功德 掌养众生善根 结果他一个不小心 很多人 愤怒 他们都是满口仁义道德 不要相信他们 负面的影响 就很大了 所以古人为什么说 战战兢兢 如灵深渊 如履不兵 人生 随着 努力 你的位置会越高 影响会越大 这个羞耻的心 警觉的心 要越来越高 但是位置越高 挑战越大 诱惑越多 所以古人留了一句 盖棺论定 还没有盖棺 都还很难讲 能保持 支持之心 这些静缘 应该是观观难过 观观 可以平稳地过来 十三 静忠 一丙真诚 不被忘亲 这个忠 心不偏 会意志 那这个忠 首先 落实在侍清 侍奉自己的故 静己之位忠 毫无保留着 去爱 去孝自己的父母 世情皆悟 今天 你父母有需要 说哎呀 我还有小孩呢 大家想一想 当父母的人 给孩子什么最重要 给孩子什么最重要 有时候我们就觉得 哎呀 人生两难啊 其实啊 很可能是我们对人生的轻重反击 不清楚 你真的知道什么最重要 其实你是真正给了你孩子 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刻 刚好你的父母身体 刚好你的父母身体 有情况 你全然的去喂父母 你的孩子看在眼里感动啊 你的笑心 笑形深植在他心中 对他的人是 对他的人是 多大的意义啊 就是这个时候你 私心在那里牵动 你的笑心没有办法 完全 发出来 所以这些德目啊 我们都是要在 境界当中 真的把它提起来 尤其在对父母当中 尽心尽力去做 了无恶心啊 止其以敬奋 不济以仁之 而且尽忠当中 觉得应该做的 不是孤名吊狱 如是之人 堪为事业 这世间的榜样 忠孝之人 是世间榜样 而且忠孝之人 那种心境 孝涕之志人 这通于神明 光于事 这个伟神都尊重了 那这忠志不容易有 心容易偏 身有所 愤智不得其振 情绪上来了 这个心就不忠了 有所 恐惧不得其振 你什么事先怕了 你就很难 尽心尽力去做 那个怕有时候 首先就是想了自己 开始怕 顾及自己的 有所 耗药 不得其振 起了贪心 贪求 这个就不一定振 有所 忧患 不得其振 大学 这一些教委 也都是让我们的心怀 保持在中 人之许所 清爱而辟焉 你喜欢这个人 你看他就不准了 好而知其恶 物而知其美者 天下嫌疑 所以人起这个贪嗔 吃 心就不忠了 即使所 清爱而辟焉 自其所 贱物而辟焉 你讨厌一个人 你的心也不客观 有偏邪 你讲不出公道话来 对那个人有看法 所以 经典这些句子 就很有味道 都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要关照到 我们的心念 力士练心 能不能念出忠心 好 十四呢 守信 守信之人 言不忘发 不随便答应人家 考虑清楚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说到做到 不经不乏 这个守信是自己觉得 做人应该这样的 不是说守的性 就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 在发就有一点炫耀了 经就有点傲慢 高傲了 那无信之人 世事皆假 人所厌弃 不如流马 我们当然要有人格 要所信 信这个字 人言为信 讲话不守信 那是不像人说的话 我们当时候在炉江 下乡 跟老百姓交流 有一个百姓 家里有很多现状书 那个都很宝贝的 同仁看了 很高兴 老人家 这个可不可以借我们 长辈很痛快 当然可以 那这个同仁 突然想 给人家拿回去 人家会不会不放心 就跟长者说 那我们写个借条 这个长者眼睛瞪了 很大 什么写借条 你说的是人话吗 这个长者给我们 印象很深 你说的是人话吗 对啊 不守信 人所厌弃 人格不见了 不如流马 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大众请合杂 礼谢法师 慈悲受克 敬礼法师 三拜 不为礼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 恭送法师 免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好好休息 再见 阿弥陀佛